哈 各位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参加今年台北文学奖的线上聚会 台北是台湾的首善之区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它一直是全球华人文学与文化活动的中心 不但拥有许多优美优秀的文学作品 它所举办的文学奖项 也都非常的高品质、公正、客观、开放、多元 所以很多人都会来参加 台北文学奖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因为文学在这座城市里有非常深广的社会基础 喜欢文学的人很多 热爱创作的人很多 支持并重视文化活动的人也很多 台北文学奖每年的成果就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 市政府非常重视 参加的人非常踊跃 更令人惊喜的是 每年都有很多好的作品 还有好的创作人才脱颖而出 包罗外向 就拿今年来说 小说首讲的作品是来自四川的女作家 他以非常细腻的语法 描述了同性间的情谊跟家族的记忆 而且他的主要象征是来自于西门丁西本院士的爱玉兵 闪文首讲呢 是一个民航飞机的机师 他以个人的遭遇 描述了在新冠疫情期间各种人情的冷暖 新诗的首讲是马来西亚的年轻诗人 他以无我之物和有我之人的对比呢 表现出就是一种疏离的困境还有勇气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很多的精彩的作品 无论是在小说 散文 新诗 古典诗 舞台剧本 都令人为之惊艳 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 可以多多看看这本选集 我的文学主张 你就可以发现 其实我讲的毫不夸张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里头 真的是江湖高手云集 各个身怀绝技 我非常希望大家再接再厉 以台北市作为平台 作为你创作的秘密基地 继续书写属于你跟你的城市的 传奇 恭喜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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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